先介紹一下褲子 這個是一個復古洗水紋的款式 而且它有一些爛的Style 不用擔心 這裡已經套了一幅布 是防止洩漏肉肉的 看不到肉肉的位置 它又做一個顏色的配搭 做一個 不會看到裡面 也有一個Style 它選擇的拼布也是更深色 所以在顏色的對比度 會有多一點的加分位 爛的Style也做得很漂亮 是比較型格的款式 亦配搭了一個Boy Cut 比較偏鬆的 你看到Hip 浪位 都是比較鬆的Cutting 這個是全長的褲款 我保持著也是摺腳 所以也要展示長度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去到褲腳的位置 就收進去 就是一個 那些叫什麼 有一點點蘿蔔腳的感覺 但現在好像沒有什麼人說 這個形容詞 我們叫做直腳褲 去到小推的位置 就收進去一點點 很適合襯 型格的Style 這個款式 因為它的洗水色很漂亮 比較有復古感 配搭一些鞋子 特別是鏡皮 或者有肘的鞋子 都很適合 因為我剛才拍照的時候 也有配搭過一些有肘的鞋子 都是好看的配搭 也是比較女人味 如果你不喜歡太女士的Style 就已經可以配搭這一種的鏡皮鞋子 因為鏡皮鞋子 已經有一個比較型格的Style 展示出來 如果你說我自己不喜歡搭鞋子 也可以配搭這種波鞋子 當然在Style上 我自己比較建議大家 可以摺一些 摺兩三下 去做一個Style 如果這樣 就可能變得悶了一點 如果這樣配搭 就變悶了一點 也比較建議摺三四下 去做一些像吊腳的效果 你也會多出一點層面 我現在大概摺三下左右 對 對 對 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樣 鬆多一點線條出來 那個效果會更好看 對 這個呢 它是Vintage的味道 你會看到貓鬆那些 都做得很漂亮 很有復古感的洗水色 這隻布質是沒有彈性的 後腰有橡筋的 好像前面也有 對 它是全橡筋的 不過 它再有 不是不過 不過 另外 另外它再有馬數分的 還有小 還有中 大 加大 對 對 對 有時候想這些公司的馬數 就要記一記 對 這個它是這樣的 橡筋 都正常的褲頭位 拉鍊 另外這個也是有彈性的 就少少 對 這個是細馬的彈性度 那 另外 因為它本身的剪刀是鬆的 你看到 就是褲 盆骨位 褲 浪 腿 都是鬆的 它另外再有馬數分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它本身平放的時候 那個剪刀都已經是鬆的了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對 一共四個馬 所以尺寸方面 一定是friendly的 不需要擔心 剛才配了 Oversize 一個衣服 現在就配很basic 的衣服 但是它的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無論是配搭 也可以 配到型格的波鞋 都好看